好 下我们看第二问题 是抵押物的范围 大家需要搞清 前面第一个问题讲的是 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 第二个问题是抵押物的范围 他讲的是抵押权人 到底对哪个东西 他享有优先受传的权利 先看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讲了什么事呢 他说如果双方签抵押合同的时候 合同约定的是拿A这个大楼做抵押 但是抵押登记的时候 他登记的是B这大楼 在这种情况下呢 肯定是以登记的为准 因此站在抵押权人的角度 他只能对B这大楼 他的拍卖价款 享有优先受伤的权利 这是第一个考点 需要第二个考点 是关于这个新增的不动产 咱们去处理 谈到这个问题 咱们去理解 举个例子看一下 A的话呢 当时向B银行贷款8000万 说A的话 拿自己的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他设定抵押 双方呢 是4月1号签的合同 然后4月10号 他办理了抵押登记 大家需要搞清 这个抵押登记的 只是建设用地使用权 但是登记之后呢 说A的话在上面呢 开始这个合法建造 这个房屋 合法建造 大家需要搞清 站在B的角度 对这个新增的 新增的这个房屋 它的价值 是否享有抵押权呢 因为抵押登记之后 新增的这些东西 它不属于抵押财产 但是 A作为债务人 他到期不还钱 需要拍卖 拍卖的话呢 因为房跟地不可分离 只能一块拍卖 但是呢 拍卖价款 如果提供告诉你 说土地本身 它的拍卖价款 是七千万 房子的话呢 价款是三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需要搞清 拍卖只能一块拍卖 但站在B的角度呢 对新增的房屋 他这个三千万 并不享有 优先收藏的权利 这点大家需要搞清 跟你的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在这块不用去死背 他的这个问题 咱们驻款08年和13年 两次考综合体 大家把基本的问题搞清 再看第三个考点 是存物 存物的话 这个怎么去理解 例如 A的话呢 向B 借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的话 拿自己的设备 它设定抵押 设备的维修工具 这属于 这个存物 设备的话呢 就属于 这个主物 在这种情况 大家搞清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抵押权的效率 它是给予 存物的 给予存物 也就是说 A到就不还钱 所以设备的话 卖的是90万 然后维修工具的话呢 卖的是20万 它呢 享有 一百万 优先收藏的权利 但是什么情况例外呢 它如果主物跟存物 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人 设备是A的 但是这个存物 这个维修工具的话呢 是C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不同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抵押权的效率 是不给予存物 就可以 根据基本常识 并不冲突 然后再看一下了 关于质押 将质押的时候 这个动产质押 它的效率 正常情况下 是给予这个存物的 给予存物 拿设备 做质押 需要交付 维修工具 当然是一块交付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智权的效率 是给予存物的 但是什么情况例外呢 如果这个维修工具 它为随同 这个设备 一块交付 光交付的是 设备 维修工具的话 并没有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 智权的效率 是不给予存物 好笑 看紫锡 紫锡的问题 这块怎么去理解 大家需要搞清楚 直接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说A的话呢 向B 借一千块钱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借款期限的话 是三个月 从四月一号 到七月一号 A的话呢 拿一头老牛 他设定抵押 抵押是不转移战友 而且呢 动产做抵押的时候 这个抵押权 何时设立呢 是从抵押合同 生效之起设立 但是老牛听说了 自己被抵押了 尽管不转移战友 但是还是呢 心里不踏实 于是呢 四月十号 他下了一个小牛 大家笑搞清 站着B的角度 对这个小牛 想要抵押权吗 这个小牛跟B的话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对小牛 不想有抵押权 但是 A座债务人 说七月一号 到期不换钱 于是B的话呢 申请有关部门 对这个牛 进行扣押 这个老牛的话 一被扣押 非常紧张 有关帮扣押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说七月十号 下了一个小羊 在这种情况下 这攻击中的战斗机 这可直抢了 那关键是呢 这个小羊 他的所有权 归谁所有 这就搞清 因为这个老牛设议的 老牛下的这个小羊 应该归A所有 但是站在B的角度呢 他对这个小羊 享有的是 这个抵押权 所以这点搞清楚 被扣押之后 他就有权 收取自信 因此A倒就不换钱 如果老牛的话呢 卖的是八百块钱 这个小羊的话 卖的是四百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千块钱 规避所有 然后剩下的二百块钱 还是给A就可以 这是关于 这个自信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这是天然自信 但如果收取法定自信 法定自信呢 像房屋的租金 你需要通知谁呢 通知成都人 把租金交给B就可以 你不通知成都人 成都人不知道 把租金给谁 这是呢 关于抵押 然后再看一下了 关于这个质押 跟流质 它有个基本相同的规定 这个规定的话 怎么去理解 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还是A的话呢 向B 借一千块钱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借款机械 三个月 从4月1号 到7月1号 A的话 拿老牛 设定质押 如果设定质押的时候 你必须交付 他说4月1号当天 就交付了 交付之后呢 这个需要交付B 保管 这老牛肯定害怕 被做了人质了 被做了牛质了 这种情况下 他4月10号 下了一个小牛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占着B的角度 他有权 收取自吸 什么叫收取自吸呢 他需要搞清 这个小牛的所有权 归谁所有呢 所有权的话 还是归A所有 占着B的角度 他只是呢 对这个小牛 享有的是治权 需要治权 但是呢 得首先冲递什么呢 收取自吸的费用 因为这个生小牛的时候 需要找医生 找护士 需要花100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A到期不还钱 老牛的话 卖的是800 这个小牛的话呢 卖的是200块钱 首先需要减掉 给医生的那些费用 然后剩下900块钱 这时候呢 B享有优先收场的权利 这才可以 这是关于质押 然后谈到流质的话呢 说法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条文 你自己看就可以 老师就不给你念第二遍了 这是自吸的问题 我想这辈子 不会忘了 好笑笑看天赋 天赋的话呢 包括复合 复合的话 这个水泥跟砖也复合 但是还能看出 哪个是砖 哪个是水泥 然后这个谈到混合 混合的话呢 像牛奶 咖啡 那么一混合 你看不出来哪个是牛奶 哪个是咖啡 变成这个咖啡牛奶 然后第三个是加工 谈到加工的问题 这个怎么去处理 咱们就举一个加工的例子 就差不多了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比如 A的话呢 向B 借100块钱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A的话 哪一块大石头 他们家门口的大石头 设定抵押 因为抵押不转移占有 大石头还放在A他们家门口 就可以 但是C的话呢 是他们村的一个民间艺术家 看到这个大石头形状 可塑之彩 于是拿出大斧子 三下五除二 没等着A说话 把大石头就砍成了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的话非常漂亮 比孙悟空还漂亮 在这种情况下 说大石头本身呢 只100块钱 但是呢 这个宋悟空 这个石头的话呢 只1万块钱 就是加工 创造的价值 要超过原物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宋悟空 这个石头 归最所有的 归C所有 但是C的话呢 需要向A赔偿 你把我的大石头 砍没了 石头你拿走了 你得赔我钱啊 需要赔 100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B的角度 他对呢 100块钱的赔偿金 照样享有 优先受传的权利 这个点叫 物上代位性 这是第一种情况 归C所有 在第二种情况呢 他如果 砍到这个石头 也就只200块钱 大石头本身只100 你加工创造的价值 100块钱 在这种情况呢 A跟C 对这个石头 他共有 岸份共有 说各占50%的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呢 占到B的角度 对这个石头 对这个A的话呢 享有的这个50%的份额 照样是享有 优先受传的权利 这第二种情况 再看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C的话 这个民间艺术家 把大石头砍成石头 这个石头的话 比猪八戒还难砍 创造的价值 也就是三毛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破竹八戒 归C所有呢 归A所有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B的话呢 对这个石头的 这个石头 还是享有 优先受传的权利 所以这三种情况呢 大家区分就可以 跟你的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所以呢 你上课听基础班 第一次学经济法 这个课这块听一下 考前头天晚上 还用琢磨石猴的事吗 不用琢磨了 这是关于 这个抵押物的问题 好笑看第三 叫物上代位性 物上代位性的问题 前面讲石猴 讲过物上代位性了 再讲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如何理解 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A的话呢 向B借一百万 A是债物人 B的话债权人 A的话拿一个设备 他设定抵押 站在B的角度 他的抵押权 限于设备本身 他对特定物 先要抵押权 如果这个设备的话呢 发生毁损灭失 被龙卷风吹走了 再也没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当时 没有参加财产保险 设备全部灭失 这时候B的抵押权 随之消灭 你的一百万的债权 变成普通债权 就可以 谈不上 义务性受伤的权力 设备没了 再第二种情况 如果设备参加财产保险 一个设备灭失 说保险公司 给了一个八十万的 这个保险金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的话呢 对这个八十万的保险金 还是享有 优先受伤的权力 这个点叫 误伤代位性 因为B的话 本来对设备 先要抵押权 设备没了 对设备的保险金 就享有 优先受伤的权力 叫误伤代位性 就可以 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 大家搞清楚 就这个问题 咱们驻快08年 和14年 两次考到 这个综合体 所以误伤代位性的问题 这个基本常识 搞清楚 而讲误伤代位性的 不管是讲到 抵押 还是质押 它的规定呢 是一样的 在这块就不再啰嗦了 然后咱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 叫贾向以借钱 然后呢 以他自己所有的一件 这个古董花瓶 设定的质押担保 这是一个动产质押 然后贾卫斯 给这花瓶 买了一个财产保险 但是呢 在这个质押期间 这个花瓶 发生密失 如果假到期 不换以的钱 哪个表数是正确的 看选A 说以的话 可以就 这个保险金 优先收场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这就是误伤代位性的问题 所以选A就可以 误伤代位性的话呢 咱们就不再啰嗦了 好笑 看第五处考点 是抵押物的 这个处分 谈到处分的问题 讲两个点 第一个是转让 第二是出租 咱首先看一下了 这个抵押物的转让 谈到转让问题 咱们去处理 调味不念了 为什么不念调味呢 从考试的角度 考成是防守一方 你必须搞清 他考的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 就要区分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不动产 咱们去处理 例如 A的话呢 向B银行 贷款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的话呢 拿这个 房屋 它设定抵押 以不动产 设定抵押 马上想到 考点是什么呢 双方4月1号 签订了抵押合同 然后4月10号 它办理了抵押登记 因为以不动产 做抵押的时候 它是必须登记的 这个抵押权 自登记之起设立 它是必须登记的 因此呢 在A的房本上 就会有个章 抵押登记的章 盖上章之后 它如果4月20号 A的话呢 准备将自己的房屋 如果卖个C 这么处理 它想卖个C 大家需要搞清楚 如果想过户的情况下 必须经过谁同意呢 必须经过B统一 才可以 所以这块我们看一下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B统一了 它是可以转让的 可以转让 但是B也不傻 你这个转让价款 卖个120万 这个钱的话 怎么去处理呢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它可以提前 这个清查 这个债务 A向B提前还钱 如果A的话 不想提前清查 也可以呢 将这个120万 这个提存 先提存 以后先放一边 不能动了 这是统一的话 这么处理 大家看一下 如果B的话 不同意 不同意的话 还能转让吗 大家搞清楚 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转让的 但是什么情况 例外呢 它如果C C的话呢 它代为清场债务 如果C的话 帮着也还钱了 环境赵意味着什么 主债权消灭了 抵押权也随着消灭 既然你的抵押权 随着消灭了 这个房屋跟B 还有关系吗 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权力 就叫抵出权 然后通过还钱 把主债权消灭 你的抵押权 也随着消灭 叫抵出权的问题 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是不动产 这么处理 再看呢 这个第二层次 如果是动产 动产的话呢 怎么去理解 例如A的话 像B银行 借一百万 A是债污染 B是债权染 A的话 拿自己的设备 它设定抵押 双方 4月1号 签订了抵押合同 但是呢 并没有办理 抵押登记 在这种情况下呢 第一问题 抵押合同 生效了吗 抵押合同是 4月1号 成立并生效 然后第二问题 这个抵押权 设立了吗 以动产 做抵押的时候 这个抵押权 是能抵押合同 生效之起 设立 但是没有登记呢 没登记的话 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 但是没有登记的时候 它是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什么意思呢 他说4月10号 这个A的话 他没有经过B统一 偷偷摸摸的 就将设备 卖给C了 尽管站在A的角度 A的话呢 它构成 无权处分 如果是无权处分 AC之间的合同 是有效的 但如果提名告诉你 C的话 同时满足 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当时 善意的 第二条件 支付对价 第三 该交付已经交付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C是基于 善意取的制度 依法取得该设备的 所有权 C取得所有权了 A到期不换B的权 在这种情况下 站着B的角度 能否对C手头的设备 形式抵押权 行吗 不行 因为你当时没有登记 你犯懒了 就需要承担犯懒的后果 没有登记 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这个例子咱们讲的 好几遍了 你都会了 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 先抵押 后转让的时候 你就要区分 动产还是不动产 因为不动产的话 你必须登记 不登记的话 抵押权没有设立 但登记之后 再转让 就涉及到 是不是经过 抵押权人统一的问题 但如果动产呢 动产的话 我没有登记 抵押权照样是设立的 没有登记 然后就不能对抗 善意第三人 所以这两种情况 大家需要准确区分 这是先抵押 后转让 怎么去处理 考校看第二个 是抵押物的出租 出租的问题 首先这个考点 非常重要 大家需要区分 因为考这个点 它可以考到 抵押的问题 又可以考到 租赁合同的问题 然后放一块 需要区分 到底是先抵押 还是先出租 同时大家搞清 要抵押的话 不转移占有 因此抵押之后 能带出租吗 它照样是可以出租的 先抵押 后出租 没问题 但是对这个考点 如何理解 大家需要搞清 需要区分 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需要区分 但是有个基本原则 我们先看一下 盯住的到底是先抵押 还是先出租 如果是先抵押 后出租的 这个抵押犬就优先 如果是先出租 后抵押的租赁合同优先 跟你的基本常识一致的 就哪个在线 哪个优先 先把问题定性 然后看怎么去理解呢 条文是你回家自己去看 咱们上课举两个例子 需要听懂 先把第一个例子 说A的话呢 将这个房屋 它出租给B A是出租人 B是成都人 租期的话是一年 这个租期的话呢 是从2014年 1月1号 到2015年 1月1号 这是先出租 然后题目告诉你 到2014年 4月1号的时候 A的话呢 向C借钱 借100万 借换期限的话 三个月 到7月1号 到期 但是C的话 在债权人 让A的话提供 这个担保 于是呢 A的话 拿这个房屋 有设定抵押 首先你琢磨一下 从逻辑上 有没有问题 A的话 将房屋 出租给B了 然后呢 又将房屋 抵押给C 行不行 要抵押 不转移占有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逻辑上没问题 但是需要搞清 它是先出租 后抵押的 这个向后顺序搞清 哪个优先呢 租赁合同 有限 然后看一下 如果到了7月1号 A的话 作为债务人 这个到期 不换钱 双方事后协商 将这个房屋 拍卖变卖 如果A跟C 在签抵押合同的时候 他事先约定 说只要到期不换钱 房屋的所有权 直接归赛所有 有这个约定 该约定是 无效 但时候协商 将房屋 拍卖变卖 于是呢 A的话呢 他7月10号 找到了 这个D A准备将房屋 卖个D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大家注意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A的话 将房屋 是先出租给B的 他是先出租 然后 这个7月10号 这个发生买卖 新出租后买卖 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判断是什么呢 站着B的角度 他是否享有 同等条件下 优先购买的权利 谈到优先权的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 承租人是否享有优先权 要盯住什么呢 如果是房屋租赁 这话咱们特意说 是租赁的是房屋 既然是房屋租赁的话呢 这个承租人 他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如果是其他的东西 承租人并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 就这句话 咱们住汉两次 考综合体 B分清 只有房屋租赁 承租人 才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这是第一个判断 现在问题是呢 通知B了 只需要通知B就可以 B的话呢 说没这么多钱 他不买 于是呢 将房屋卖个D了 卖个D之后 因为房屋买卖 需要登记过户啊 说7月10号 说要签了买卖合同 然后呢 说7月20号 登记过户 总之D的话 取得房屋的 这个搜权 然后我们看一下 站在D的角度 能不能 把B给赶走 这行不行 你赶紧走 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买卖不破租赁 买卖不破租赁 而且抵押的话 也不破租赁 但是前提什么呢 因为它是先出租 后抵押 在这种情况下呢 原租赁合同 在有效期限内 在2015年 1月1号之前 对受让人 这个D 是继续有效 因为它是出租在先 这是最关键的 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判断 它是先出租 后抵押 因此原租赁合同 对受让人 继续有效 这是第一个例子 好笑笑看呢 这个第二个例子 这个怎么去理解 例如 A的话呢 它向B借钱 借100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这个借款器械 是三个月 从2014年 1月1号 到2014年的 这个4月1号 然后B让A的话 提供担保 于是呢 这个A的话 以这个房屋 它设定了 这个抵押 这个当天的话 它签订抵押合同 然后当天的话 办理了抵押登记 用它不动产 做抵押 这个抵押权 是从登记之起 设立的 这是先抵押 然后到了 2014年的 这个3月1号 说A的话呢 将这个房屋 又准备出租给 这个C 租期的话 一年到2015年的 这个3月1号 先出租 这是先抵押 后出租 把基本的方向 好清楚 现在问题是呢 如果到了 这个4月1号的时候 A的债务人 到期 不还B的钱 这时候B的话呢 双方协商 说将房屋 排卖变卖 于是呢 是到7月1号的时候 A的话 准备呢 将这个房屋 他卖个地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这个7月1号 卖房子的时候 C的话 作为承租人 他是否享有 优先购买的权利 既然是房屋租赁 所以成都人 他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是第一个判断 再看第二个判断 他如果这个D 他7月1号 收完签合同 然后当天 就办理了 产权顾户当机手续 总之这个D D的话 人家7月1号 取得房屋所有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 D的话 能不能把C 给赶走 又C说 还有好几个月 我这合同才到期 这行不行呢 大家需要搞清 如果是先抵押 后出租的 那个优先呢 是抵押权优先 这个抵押权优先 所以呢 这个远租赁合同 对受让人 是没有约束力 抵押权优先 因此呢 这个D8C 给赶走 这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呢 C的损失 谁承担呢 大家需要搞清 如果这个房屋 先抵押 后出租了 站在A的角度 他在出租 这个房屋的时候 他有一个 书面告知的义务 四个字 书面告知的义务 需要书面告知C 说这个房屋 已经抵押了 你还租不租 书面告知 A的话 履行了书面告知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C的损失 他自行承担 就可以 但是 A的话 如果没有履行 书面告知的书面告知的义务 C的损失 就要A 来承担 就可以 这是呢 先抵押 后出租 这个抵押权 是有先的 两个例子 听懂之后 然后这个条纹 你回家自己去看 自己去慢慢背 要考综合题的时候 你不能说老师 这个图 我也会画了 你是心里明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变成分数 在条纹 该背的还需要 背一下 尽管不要就必须引述法律原文 但是呢 你老是用胡同语言 在那瞎白话 白话半天 有可能不给你分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大家必须搞清楚 这是关于出租 跟抵押的问题 好笑 看第六处考得 是抵押权的实现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呢 怎么去理解 条纹念半天 比较乱 说半天 说了个什么事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例如 说这个夹 向A的话 借一百万 他拿自己的设备 设定抵押 但是登记了 都登记了 他是4月1号登记 然后假的话呢 又向B 借三百万 还是拿这个设备 设定抵押 但是向B这一块呢 他是4月10号登记 这是同一个动产 像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人 分别抵押 如果设备钱够 没问题 他假设呢 A到期 不换B的钱 不换A的钱 这设备的话 只卖了 这个三百五十万 那么这个钱 怎么去还呢 按照抵押 登记的先后顺序 来清查就可以 尽管他动产多抵押 他不要求必须登记 但是都登记了 这种情况 就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 来清查就可以 也就是说呢 给A 一百万 剩下二百五十万 给B 补足的五十万 变成普通债权 B接着找假 去要钱就可以 这个没问题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假到期 不还AB的钱 然后呢 假跟A之间 他们俩协商 协商呢 说将这个设备 就折价 折价都送给A了 拿这个设备 来抵债 抵一百万 这个怎么去理解 他就搞清 如果后边没有其他的抵押圈人 后边没这个B 在这种情况下 你爱怎么商量怎么商量 你双方协商 拿设备来折价 可以 你亏点就亏点 你自己的事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后边有其他的债权人 在这种情况 他这个协议 就损害到谁的利益呢 损害到B的利益 因为如果没这个破协议 正常拍卖 我这还能分 二百五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B的角度 就可以呢 自知道 知道假意之间 那个破协议之起 自知道之起呢 在一年之内 请求法院撤销 假意之间 那个破协议 就可以 就讲的一年的这个事 出题的可能性比较小 大家稍微听一下 就可以 这是关于第一个考点 在第二个考点 是拍卖价款的清偿顺序 什么意思呢 A 像B银行 借一百万 A的话 拿设备 做抵押 他设备的话呢 拍卖价款 总共卖的是八十万 这八十万的话 怎么去清偿 大家搞清 第一步 先支付 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那个拍卖 变卖的费用 是十万 先支付 拍卖费用 然后第二步 支付什么呢 支付的是 主债权的利息 说一百万的债权利息 十万 支付利息 那么剩下六十万 接着还那个主债权 剩下六十万还主债权 知道不足的还有多少呢 不足的还有四十万 这个四十万 所以普通债权 接着以这个四 以这个四十万 为本金 还本付息 就可以 但你首先 把整个一百万的那个利息 十万 你给我缓了 按照这么一个顺序 来清查 跟你的基本常识 一致的 然后第三个 是土地创金 优先于抵押权 这块讲过吗 再说第二遍 他说 A 向B银行 贷款八千万 A的话 拿一块土地使用权 设定抵押 但这块土地呢 是划波的 土地 无偿划波 在这种情况下 A到即不关钱 这块土地的话呢 如果真的卖了八千万 八千万的话 全部给B吗 不是 首先 需要向政府 交土地创金 例如交三千万的 这个土地创金 然后剩下的五千万 才能给B 这是第二遍听课 跟第一遍就不一样了 实际经济法 就这么回事 你第一次听课 觉得新鲜 你第二次听课 差不多了 第三次不想听了 老师 我都说梦话 都会说了 那就可以了 你就考试 就差不多了 好笑 可能第四个 是不可分析 你这个第一次听课呢 可能跟基本常识 不一定一样 所以这话 大家需要仔细听 这话是一个难点 但不一定是重点 先问第一个 是主债权 未受全部清场的 他抵押权人 可以呢 就抵押物的全部 来行使抵押权 什么意思呢 说债权部分清查 不产生抵押权 部分消灭的 这个效率 这句话 如果理解 举个例子 就可以 例如 A的话 向B 借一百万 然后呢 A拿自己的设备 他设定抵押 但是呢 他说A向B 他如果还了四十万 就差六十万了 这六十万不还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这个设备形式抵押权 如果这个设备 设备的话呢 如果正好卖了六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 这A说 这六十万不能全给你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过四十万了 也就是说 你剩下的债权 就剩百分之六十了 因此你的抵押权 你的主债权 剩百分之六十了 你的抵押权 也剩百分之六十了 只能给你三十六万 行不行 不行 所以呢 如果这个部分清查 这个抵押权人 可以呢 就抵押物的全部 来行使抵押权 所以这点需要搞清 这是第一条 但第二条 是主债权 它被分割 或者部分转让的 怎么去处理 举个例子看一下 A的话呢 千比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的话 拿自己的设备 这个设定抵押 但是这个B的话呢 将其中 这个四十万的债权 它转给C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债权人 转让债权的时候 需要经过债务人同意吗 不用 只需要通知债务人 就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变成两个债权人 这个B的话呢 有六十万的债权 C的话 有四十万的债权 A到七 谁的钱也不还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设备的话 如果卖了八十万 怎么去处理呢 说各个债权人 按照债权的比例 来形成抵押权 就可以 给C多少呢 给C的话 八十万 乘以百分之四十 就这个三十二万 它享有优先售厂的权利 但是部族的部分 作为普通债权 接着找它要 就可以 再看一下 这个第三条 是主债务被分割 或者部分转让的 这个怎么去处理 谈到这个点 大家需要区分 包括两种情况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讲的是什么 A的话 千比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的话呢 拿自己的设备 它设定抵押 设备是谁呢 是主债务人提供的 A提供的 然后A的话呢 将其中四十万的债务 它准备转上个C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债务人 转上债务的 需要经过谁统一呢 需要经过债权人 统一才可以 说B的话也同意了 这个说明 A的话呢 需要承担六十万的债务 C的话承担四十万的债务 A跟C少赖 到期不还B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的话呢 就这个设备 就设备的拍卖价款 照样的可以行使 优先收场的权利 或者C还了四十万 但A不还 照样对设备的拍卖价款 享有优先收场的权利 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这个抵押 是主债务人提供的 这个怎么去处理 也就是这个抵押物 抵押物呢 就全部债务 都需要承担 担保责任 关键是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讲这么一个问题 说A的话呢 向B 借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C拿自己的设备 设定抵押 这个抵押是第三方提供的 然后A作为债务人 准备呢 将四十万的债务 他转上个D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首先 他转上债务 需要经过谁统一呢 需要经过债权人统一 这个没问题 还需要经过谁统一呢 需要经过C统一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C的话 是看着A这个企业 你的信誉状况比较好 资讯水平比较高 或你提供D2担保 现在你把还钱这个事 你让D这个烂企业来还钱 万一他根本没什么钱 C的风险就加大了 因此呢 当债务人 转上债务的时候 需要经过C 书面统一 这是四个字 需要经过书面统一 但是债权人这一块 并没有规定 必须是书面统一 但是担保这块要求 必须是书面统一 才可以 口头统一都不算 需要经过C 书面统一 无非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他如果C 他书面统一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C的角度 就全部的 这个一百万 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不管是A那六十万 还是D那个四十万 就整个这个一百万 由你统一了 就整个一百万 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但如果转让 那个四十万的时候 没有经过C 书面统一呢 在这种情况下 对未经期书面统一的 那个四十万 就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那四十万 没经过统一 所以C的话 只就呢 那个六十万 承担担保责任 就可以 讲到这的话 跟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真正像卡死的是什么呢 到底是不是书面统一的问题 实际这句话 咱们后边讲保证的时候 规定是一样的 如果C不是拿设备做抵押 而是C是保证人 他这个说法跟这块是一样一样的 这是关于第三条 好像第四条 是抵押物被分割 或者被转让的 他抵押权人 可以就分割 或者转让之后的抵押物 像是抵押权 这什么意思呢 A的话 向B 借一百块钱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然后A的话 拿一块大石头 设定抵押 但是呢 A闲着没事 将大石头的话 切成两块 在这种情况下 抵押物被分割了 站在B的角度呢 对这两块石头 都享有抵押权 再看第五条 说抵押物 部分面试的时候 说残存部分 仍担保 债权 这全部 还有点文言文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A 向B 借一百块钱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A的话呢 拿一大堆土豆 设定抵押 大家注意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土豆 它全部灭失 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全部灭失了 都被龙卷风 吹天上去了 无非两种情况 如果没有参加 财产保险 B的抵押权 随之 消灭 但如果参加了 财产保险 说保险公司 给了八十块钱的 这个保险金 这时候B的话 就这个保险金 享有优先 受伤的权力 这叫 误伤 代位性 再问第二种情况 如果土豆的话呢 只是部分灭失 小土豆 都被吹天上去了 还留了一个大土豆 就剩一个大土豆了 说什么也没走 太沉了 它体重的话 也是优势 别减肥 现在问题是呢 这个大土豆 就卖了一百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说部分灭失 残存部分 仍担保债权 这全部 首先就这个大土豆 有担当 有责任 我没走 就全部债权 照样呢 这个担保 全部债权的实现 就可以 这是不可分析 就讲完了 回这一讲 就先到这了